餐车你别跑,老板力卖造 算一算比手游饮店的牟利率还又高 前言 目前越来越多人选择以餐车的方式创业 但是如何知道附近有哪些营业的餐车呢?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动机 我们希望可以做出一款APP 让使用者可以搜寻附近有哪些餐车营业 透过APP内的地图 快速找到餐车目前位置 获取餐车及时资讯 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有 文献探讨法 实作设计法及问卷调查法 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 文献探讨 配合学校课程教学 我们APP开发工具选择APP Inventor 2 网页则是用Dreamweaver来撰写PHP程式 系统所使用的资料库则是使用MySeqo APP设计 这是我们规划的系统架构 餐车老板可以使用店家端APP 发布餐车GPS位置及相关资讯 致云端伺服器 顾客即可及顾客端APP取得餐车最新位置及资讯 另外我们也建置了后台管理网站来进行账号管理 顾客端 餐车你别跑APP介绍 开启APP后会进入此首页 点击下方按钮后会跳出使用者附近的餐车清单 全取想查看的餐车后 若餐车目前未营业则会显示休息中 点按下方按钮可回到餐车选单 若餐车营业中则会显示地图并跳转至餐车目前定位 按下电话键可直接拨通店家电话 点击更多按钮可看到店家的简介与图片 此图片会自动循环播放 点击目前位置钮 可在地图上同时看到自己目前的位置以及店家位置 点击菜单按钮可查看店家最新菜单 点击连结键可直接浏览店家官方网站 点击回首页键可重新选择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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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端老板就在这APP开启APP后 将进入此登入页面 点击按钮并输入店家账号密码即可登入 登入后将进入此主界面 点击开店按钮可将状态更新为营业中 点击更新位置即可更新店家定位 点击关店按钮可将状态更新为休息中 点击资料维护将进入维护界面 可在此修改店家资料及图片 点按登出与离开后即可关闭此啊 后台管理网站介绍 管理者登入后可看到所有的餐车列表 点击下方按钮可以新增餐车 点入餐车后即可进行修改和删除账号的 问卷调查 在完成APP后我们也进行了使用者满意度调查 多数的使用者都对我们的APP提供的功能表示满意 其中又以有助于缩短寻找餐车时间满意度最高 整体满意度也高达七成 且六成使用者表示会想使用此APP 而问卷中我们也获得许多使用者的建议 因此我们也针对APP的界面进行了重新设计 也增加了如手机拨号等功能 结论 研究成果 我们开发的餐车系统可以连结顾客及老板 让顾客大幅缩短找寻餐车的时间 掌握餐车的最新资讯 也能让餐车老板多一个行销的管道 推广自己的餐车美食 而有问卷调查结果也证明是可行的 研究建议 整个专题制作过程中我们获得许多经验及心得 提出几点建议 针对未来想进行类似研究的同好 建议可选用支援IOS系统开发工具 调查使用者需求 增加更多功能 以及加强后台管理网站功能等 对餐车老板们 建议可定期维护网络资讯 放置合法卫生标章 以及提供预约服务等 感谢聆听